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的头头们大家好 顺头头 顾为民欲 欢迎收到今天的走向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国大盘表现的 今天台国大盘早盘 所以这个美股的一个持续性收高 那变成早盘其实要开高走高 那今天最高点一度都来到这个10803点 做到实际性创高 创高之后也引动一个获利麦压的一个涌现 那使得这个盘形成一个叫做油红斑黑的一个压回 那这个压回我想今天这个高低点的一个震荡弧度 都有超过这个百点之多 那尤其今天这个收盘 收盘收到这个10709点 10709 我想这个到现阶段为止 最近这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的一个时间 依然到今天为止 连续两个礼拜 都还维持在这个差不多10700点到这个10800点 不到100点的一个空间 再做一个叫做高档的一个震荡 那毕竟就是说以今天这个收盘来到10709 比如说10700点也没有做到他们破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的话这个盘到新天为止都是维持这个高档震荡 那高档震荡尤其说在今天盘面上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今天这个量能扩大到这个1463亿的一个量 就是说今天这个开高走低是属于叫带量的一个开高走低 那当然的话我想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都还更够做强调就是说 我们就有一个量能的这个关盘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希望各位我们是买在无量 卖在一个叫爆量 那尤其今天这根量我想这个又是近期以来 算是最近这两三个礼拜以来最大的一根量 那这根量并不是说往上做的推升 那当然我想就说就以一个收盘下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还是维持在这个高档震荡 那毕竟我想已经经过连续两个礼拜的这个高档震荡的后续 我想到这个盘目前这个阶段点尤其说今天有属于叫出量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我想这个盘我就要请各位去做到他们密切留意 后续只要说这个10800点这个高点 高点站上去 这个又会是一段的一个区间 就是说实际上往上下一个股票箱来做个迈进 那如果是说10700点这个高档震荡的这个区间 低档下远去做到那种跌破 那当然的话往这个就是说盘整带变 站上去依然是维持多头 跌破的这个前提之下 变说这两个礼拜的一个筹码 又是属于一个叫套脑筹码 毕竟就是说这个盘 这是今天比较盘面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timing 我想还是要请各位做个密切的留意 后续只要是说这个低点 10700点这附近去做到一趟跌破 跌破了一个后续盘整带变 策略方面 我们就有可能会去做到一趟随时的一个调整 随时的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该多就是多 该空就是空 我们就说现阶段这个盘整带变的一个后续 然后后续要来做到一趟密切的观察 那尤其就是说今天整个盘面上就说 以今天虽然就说指数也不过跌了25点 那问题今天是包括像2330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涨3块钱 持续做个收红 撑住指数 除了像台积电另外包括像2317这个红海 红海大概今天也都是形成一个蛮强势的一个表现 那问题是说我们帮各位去统计 全部上市上规公司1500多档个股 今天上涨的档数只有300多档 然后下跌的这个档数有高达1000多档的个股下跌 这个比例大概是涨一档跌三档 四档个股当中有差不多不到四分之一是属于涨的 四分之三的这个个股都属于叫下跌 那指数也不过才跌25点 这个又是一个很标准 撑指数杀个股的一种很标准的一个出货盘 所以说今天这个量量扩大 今天有做个扩大量扩大到一个1400多亿的大量 结果是属于叫开高走低的一个态势 我想这个盘面上今天是有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做到密切的一个留意 那尤其就是说今天盘面当中 一些原先的一些强势的一些个股 尤其说今天是这个iPhone 就是苹果的这个顶级的旗舰机 iPhone X做个正式预购的一个时间点 10月27日做预购 然后到下个月10月3日就要形成一个正式的一个上市推出 那问题我想最近这段期间 相关一些瓶盖的一些轮动个股 我想这个走势依然是相向分歧 尤其是说今天整个盘面当中 包括像这个3406的这个郁金光 今天又做到一趟跌停破底 6269这个台驯今天也是做到一趟躺停 昨天有做个创高的一个压回 信息工包括原先的一些强多的这个品盖个股 像3105的稳貌 在最近这段期间的话有做个实际改写新高 那今天也做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修正拉回 6176的这个像这个瑞宜的部分一样做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压回 那变成说整个盘面当中就微微独独一挡 这个4943的这个康控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攀高 那当然我想就是说以实际上 苹果的股价会受到这个 这个顶级这个旗舰机这个iPhone X iPhone X 它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销售 会有关后续 除了像苹果股价连动到相关的这些苹果概念个股 苹果供应链的这些标的 它的一个后市的一个眼镜 那当然话就是说 随着这个iPhone 8 iPhone 8 Plus 它那个整个一个销售状况 并没有说很理想 把重心都放在这个iPhone X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想后续我们无论如何 还是要密切观察这个iPhone X 实际上的一个预购销售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再来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苹果个股 它的一个轮动的一个tempo 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点 我们去做到这样策略面 要去做到这样调整或者是说这个选股的一个依据 那当然话就是说在最近这一段期间 既然这个盘我们刚也跟各位做分享 目前还是虽然指数 我今天已经有这种叫拉东出西 撑住柴基电 撑住鸿海 那结果在杀这一些 很多的这些瓶盖轮动个股 今天的表现形态也是极度的一个弱势 那变成说这个已经有 有一点点这个拉东出西 我来做个出货的一个一个态势 那当然话就是说 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相关的这些瓶盖个股 就是说 如同就是说以大盘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盘虽然撑住这个高档震荡 这个股票箱 以10700点到10800点这个空间的一个下缘 那问题我想今天 出量又是属于一个叫出货的这个态势 那变成说涨的加速又远远比这个跌的加速 还要少很多这个前提之下 我想这个盘盘整待变盘整待变 后续只要说这个下缘做跌破 我想这个后续就要请各位 这个操作面要做到保守的阴影盘整待变 那尤其就是说短线上 沃老师我们带给各位这个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我们都还是依然维持一个叫做快打部队的这个策略 来做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这个延续 我想这个掩扎 其实就是说 从这一波这个台湖大盘一路以来 从这个这一波记录性反弹 9月27号展开记录性反弹 弹上来这一段500多点的一个行情 毕竟就是说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个策略很清楚 我们是采一个叫快打部队的这个策略 那这个快打部队的策略就是说 希望各位你把握住这个个股轮动的一个tempo 然后你把这些具有题材性的一些轮动性的一些个股 具有成长的题材性相关的一些强势多头标的 你不要去用追价的方式去做买进 不要去做追价 然后你趁他修正回测重要支撑 那你再来做买进切入的一个动作 趁他行程回测完成 起涨转折向上起涨的那个timing 你再做一段买进的动作就OK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采一个叫快打部队的这个策略的一个因应 那当然像最近这段期间包括像3552的同志 我想在这个波段我们带给各位的策略很清楚 快打部队策略就是拉高上去 拉高上去大概操作巡了就一个礼拜上下 那我们先把这个三十几块钱这个获利价差 获利先换口袋 大概操作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你买上去之后你不卖 后续又是做积极呼 又全部又吐光光 请气光包向4952 像这个 4950通的部分 我想这一段我们是做这一段 这一段到10月2号 到10月2号我们去做一段获利 大概价差也是两层的一个获利价差 获利先放口袋 3019的这个亚光 亚光一样 我们就说从基础性反弹展开这一段 拉高上去 我们就说不跟股票谈恋爱 一段一段的一个操作 那相对把大概3030块钱的一个价差 获利把它先放口带一个后续 抱上去 如果说你各位你不卖 后续又是抱下来 我想这样子对你的获利的一个绩效的累积 这个这个折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 另外包括像这个2454像年华科一样 我们就做这一段 这一段30块钱价差 获利完之后 抽出资金 再往其他的这个强势轮动个股 来做个移动 行系工包括像6111像大雨支 我们就做这一段 从82块钱到101块钱这一段 后续你不卖又是几几乎乎 又几几乎 又至少把你的获利吞死掉至少一半以上 然后在这个礼拜我想 沃老师我们从上个礼拜 丁礼拜拜喜 到这个礼拜礼拜一 我们有呼应 就说要回馈我们的 中时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LINE AT的好朋友们 那我们有推出一个预约 下一档这个标股的这个 强度标股的这个活动 那变成说你在最近这段期间 你有登记 然后我们在礼拜二代进各位这一档 六四三五的这个像大中 我想以这两个股 我们在从礼拜二去做买进 开盘9.08分做买进 那当时我想这个它涨不到1% 那变成说 当天过一个小时之后 现买现算涨停 后续到隔一天 隔一天107块半 我们在就是说礼拜三前天 在9点半挂出这个107块半 然后到十几分钟之后 完全做到这个倒价的一个成交 那成交完之后我想 包括在昨天 昨天又是涨停 昨天就是说我们就说 以这档标的 昨天今天都是形成 连续两天的这个涨停 那虽然就是说我们短短两天 先把大概快接近15%的这个 获利放口袋 那问题就是说 这是呼应 我们在近期带给各位 这个叫快打部队的这个策略 那我想以大中 实际上 就连续两天都涨停 我们大概 这个获利大概少赚了大概10%左右 那毕竟我想 就以一个我们这个选股方向 跟这个买进策略的一个重点 你不要去用追价 你买的叫转折向上的这个 起涨点 你做买进 我想就以选股的角度来看 赚现在有少赚一点 那问题 一样没关系 我想你短短两天已经把这个快15%的获利放口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短线上要不断带给各位去做个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尤其在卖掉这个大中的一个后续 我们就说针对一些在这个礼拜呼应这个iPhone X要做一个预购 我们锁定的这个平盖的一些轮动个股 像2439的这个美率的部分 我们一样做回测完成之后 变成说昨天它是亮灯涨停 然后到今天 今天盘中一度也涨了超过半根天盘 那就是说后续也形成一个叫随着大盘的一个压回 它也是形成油红的一个翻黑 那我想针对这个美率这档标的 我们在今天先做个出场的这个动作 先做获利出场的这个动作 那毕竟另外一档这个6451的 像这个讯刑KEY今天也是做压回 那毕竟我想以这档标的 它一年的这个大敌 今年大地已经打好 突破颈线107块半 我想127块钱 变成说它是形成一较过压之后的回测 回测就是说今天刚刚好回测它的颈线的位置点 我想这个我们都还是做到一趟续报 观察后续的一个演进 那当然话话话 针对这些底部刚刚好翻两这种标的 它形成一较过压之后的一个守称 我想这个一样是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锁定的切入买点 那至于就是说在这个结婉点 后续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我想这个变化形态会很大 那变成说现阶段高档震荡 我们就等待它盘整完后之后的盘整代变方向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决定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策略 因为毕竟我们在今天 我们是做只做一个卖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今天没有买进任何一档的个股 那相对于就是说到下个礼拜 我想这个股票箱的一个下延 这是我们要去做到密切观察 因为毕竟今天爆量结果是收黑 这都是一种讯号 一样要请各位去做到密切的一个留意 后续就是盘整代变 我们就说等到它方向决定出来的一个后续 再就是说针对操作车内面 到底要不要去做到这种调整 我们再随之来做到这种适度的一个调整 该多就是多 该空就是空 那相对于我想到这个接览点 今天很多涨多的标的都做个快速拉回 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相关的一些持股上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欢迎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来电来做的咨询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告告到那后 谢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假期休假愉快 我们下周见